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天晴 以下節目內容 取材至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 張家敦澤文 信譽編譯 12月11日 代表俄亥俄州的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 詹姆斯曼斯 公開建議烏克蘭交出土地 以便與俄羅斯達成和平解決方案 幾乎每一場戰爭都是如此結束的 人們通過談判 每一方都放棄了一些自己原本不想放棄的東西 曼斯參議員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 無人能向我解釋 如果不對自1991年以來 產生的兩國邊界爭議問題 做出一些領土讓步 這場戰爭將如何結束 曼斯顯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知之甚少 那次戰爭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亞太地區 都未有以談判結束 除此之外 鑑於曼斯剛才所說的 和俄羅斯達成的和平換土地協議 曼斯顯然也對1938年的 茂尼克協定一無所知 那年的9月30日 德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 在德國茂尼克抵結了一項協定 規定德國吞併捷斯洛伏克的蘇台德地區 我甚至懷疑他可能沒法在地圖上找到蘇台德地區 毫無疑問 曼斯並不是唯一思維走偏的華盛頓政客 各個政治派別的政客、官員和議員們都已經瘋了 他們認為自己那些土人喜歡 但是糟糕花哨的想法 如果付諸實施 不會有任何後果 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拜登總統就是這樣的典型政客 總統想當然地認為 2021年8月突然從阿富汗撤軍 不會有什麼壞結果 事實上 這個倉促之舉 立即導致13名美國士兵死亡 72億美元的軍事裝備被顯棄 然而 災難並未就此結束 一系列麻煩接種而來 持續至今仍然未消滅 俄羅斯總統普京幾乎在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 立即開始計劃入侵烏克蘭 並在中共當局表示公開支持後 在次年的2月發動了入侵烏克蘭事件 在俄羅斯軍隊越過烏克蘭邊境前20天 普京在北京回見了中共黨魁習近平 雙方發表了一份長達5300字的聲明 宣布建立無上限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之後 中共一直全力支持俄羅斯的對外戰爭行為 接下來 俄羅斯和中共在世界範圍內四處活動 或直接參與 或通過軍閥開始以看似戰爭的叛亂行為 破壞北非大部分地區的穩定 莫斯科和北京現在都是為北非的下一場大衝突推波助瀾 典型例子就是北非國家 阿爾及利亞 司徒瓦解首位地中海西入口的美國傳統友邦 摩洛哥 隨後 伊朗通過代理人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馬斯 在10月7日襲擊以色列 中共一直在外交上掩護恐怖分子的暴行 調動其龐大的宣傳機構來支持他們 通過高價購買石油來資助伊朗 從最初的襲擊 伊朗的另外兩個主要代理人 中東國家也門的胡塞民兵 和鄰國黎巴嫩的真主黨 也加入了反對以色列的戰鬥 這三個代理人都使用來自中共的武器 那些希望美國捲入這些衝突的人 將這些軍事衝突貶低為地區戰爭 事實真的如此嗎? 就在本月 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際戰略研究協會 主席格雷哥里·科普利 接受蓋特斯通研究所記者採訪時認為 在20世紀和21世紀 可以說事實上不存在地區性戰爭 因為所有戰爭都有大國一定程度的參與 科普利一針見血感指出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重大衝突 都離不開一些地區外參與者的發起或參與 由於俄羅斯和中共在全球範圍內全力支持恐怖分子 世界已經從一個普遍平靜的時期 進入了一個持續動盪的時期 11月17日 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保羅·波斯特 在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大西洋月康 發表了一篇題為 《不是世界大戰,而是陷入戰爭的世界 Not a world war, but a world at war》的文章 文章尖銳地指出 在過去兩年裡 衝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多的 我們也希望波斯特副教授的觀點是正確的 波斯特告訴我們 並不存在全球性戰爭 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 正是不同的衝突合併成了我們現在所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次也有可能會出現同樣的態勢 目前衝突合併和升級的機率很高 因為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充分地利用當前的爭端 總部位於紐約的能源諮詢公司的喬立森巴斯 接受蓋特斯通研究所記者採訪時指出 中共現在正在支持三大洲的侵略者 如果處理不當 代理人戰爭就會變成大國之間的直接戰爭 同時兼任國防與外交事務戰略政策 雜誌主編的格雷哥利·科普利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始於塞爾維亞獨立運動之間的地區衝突 莫斯科支持的這場戰爭殺死了 奧空帝國的皇位繼承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於希特拉不斷升級小的地區爭端 直到大國不得不作出回應 而在首都華盛頓 幾乎沒有一個政府高官 將今天的衝突 視為一場大規模戰爭的一部分或前奏 拜登總統完全忽視了不非的麻煩 並且試圖控制烏克蘭和加沙的戰爭 拜登對避免戰爭升級的興趣 遠遠是超過對贏得戰爭的興趣 不要激怒北京和德克蘭的極權主義者 顯然已經成為拜登的首要目標 這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 就拿普京眼下的戰爭來說吧 普京曾經多次表示烏克蘭無權存在 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 表明讓俄羅斯強人控制任何烏克蘭領土的和平協議 都是不可取的 普京不滿足於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 也不滿足於任何不消滅烏克蘭的協議 除此之外 這位俄羅斯強人也不可能僅僅滿足於這個陷入困境的國家 通過明確採用俄羅斯帝國君主給得大帝的語言 普京明確地表示 俄羅斯有權向現在屬於北約國家的地區狂張 例如波羅的海地區顯然處於危險之中 東歐大部分地區也面臨同樣的命運 很多西方人都想當然地認為普京是不敢攻擊北約國家 然而如果西方未能保衛烏克蘭這個受到1994年 布達佩斯被忘錄、保障保護的國家 普京就會相信他不必擔心北約組織 或者其最重要的成員美利建合中國 俄羅斯普京總統的計劃是復興俄羅斯帝國 最終統治歐亞大陸上的所有拉斯富人 在中共的大力支持和美國的極力反對之下 未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尤其是當北京開始對鄰國 採取行動或者封鎖附近海域和天空的時候 當小國發生衝突時 大國就會感覺到潛在機會 科普利主編現簡易該地指出 看似簡單的衝突利用 很快就會變成一場失控的交火 可以想像下一場交火 似乎將涉及世界大部分地區 世界正籠罩在戰爭陰雲之下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我在這間 《紳士宮 besten》 感谢观看